我们先到法国的巴黎 我们知道过去这一阵子 法国的劳工就频频为了退休改革的事情 走上街头抗议 那么在昨天五一劳动节 似乎这个抗议的场面更加激烈 是出现什么情况呢 惠云 好 没有错 其实我们知道法国这个反年改的抗争 是已经持续了好几个月 但是在五一劳动节这一天 整个抗争是扩大举行的 当然有非常多人上街头 先从人数上面来说的话 根据法国的工会 他们公布的人数是有230万人上街头 另外在巴黎就聚集了55万人 这些人上街头的时候 和警察爆发了非常严重的肢体冲突 包含是冲撞远警 远警当然就是立刻的拿盾牌去挡 甚至还有人是投汽油弹的 因此还看到 因为有不少人去投汽油弹 所以有远警是不慎的 就是被汽油弹给砸中 甚至远警的警察 其他看到了赶快把远警的身上的火给扑袭 所以就发生了这样子的场面 警方这边也是出动了水炮车 还有像是催泪瓦斯的等等 试图要来驱散群众 那么根据抗予群众的说法 他们认为巴黎警方这边是出动了 超过上万名的警力 那根据法国内政部的统计呢 是在这一场抗争过后 总共是有超过100名的远警 还有宪兵都是有受伤的 而他们逮捕了291人 那这场面之所以这么激烈呢 其实就知道是因为 法国的几乎各行各业的劳工都很不满 法国总统马克宏强行推动 将退休年龄延后两年 延到64岁这个年纪 他们认为呢 其实整个劳工的劳动环境 是没有改善 那还要他们晚退休 那再加上现在呢 大家又觉得说通膨的压力很严重 他们原本的薪水 可能就已经不足以支付 过去的开销了 那在这样子的民怨炸锅的氛围之下 这一场五一劳动节的巴黎的抗争 相当的激烈 那也可以看到呢 其实示威者他们还是在试图 要阻止政府强推这个法令 很多人认为说这个是一个民主危机 因为呢 马克宏已经不管民意 就是把国会当成工具 要达成他的目的 那所以现在呢 国会这边也有一些反对的议员 他们努力的在想办法 那像在国民议会这边就推动了 一个共同发起公投案 那这个公投案呢 已经获得了五分之一的议员签署 如果接下来要强行让这个 要让这个公投案通过的话呢 要在九个月之内 获得了480万民众的签名联署 才算是公投有过 这个初阶的门槛 才有可能进一步的 推动到下一个关卡去 所以可以看到呢 法国几乎各行各业 还有法国的工会 都还是想要努力的 来反抗马克宏 推的这个年金改革 好就不知道后续会有 什么样的发展 另外要请教惠云呢 是在美国的一个状况 过去我们听过美国会有 飓风啦 龙卷风啦 暴风雨啦 暴风雪 可是这一回居然出现沙尘暴 而且严重到酿成了 死亡连环车祸 那么这有什么状况呢 惠云 好 其实呢 美国这几个礼拜呢 都有不断传出 各地有极端天气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个现场是发生在 美国的伊利诺州 因为这里呢 在他们的洲际公路 I55这一条洲际公路 上面呢 就是突然之间 有一阵瞬间 强风刮起了附近的沙尘 所以让能见度 是瞬间降到零 于是呢 在这条路上面的 所有车子都是连环状 那一刚开始掌握到的资讯 是至少20台车 但是我们现在知道了 至少80辆车的连环状 所以现在在这个 事故的现场 你可以看到是 救护车跟事故车 都排了一整排 那为什么会酿成 这么严重的车祸呢 主要呢 其实还是跟天气有关 那一方面是天气 一方面是人为 那天气的部分呢 主要是说 美国在周末的时候 有一个低气压来到 那所以让天气变冷 也带来了强阵风 那这个强阵风呢 刚好吹到这个地方 它的地形又是说 这个公路旁边 都是非常低的 地势非常低 然后都是农田 那农民呢 在这边跟座的活动 是非常的频繁 导致这个表层的土壤 是非常的松散 所以这个风一吹 就把这些沙尘 全部都吹起来了 也才会酿成这样子 突然之间的沙尘暴 让人能见度是降到零 那这场车祸呢 造成了至少六死三十伤 而且呢 再加上当地的 四月份的降雨 其实是偏少的 所以相对呢 又是更干 那这个吹起的沙子 又是更多了 那也会酿成了 现在看到非常严重的 意外现场 主播 是 原来又是一个 极端气候造成的后果 我们也谢谢惠云 带我们看到 分别在法国 在美国几个最新状况 谢谢惠云 谢谢 好 那么等一下 持续在国际间 当然还是要关注 俄乌战争可能的发展 乌克兰大反攻 到底什么时候会进行呢 各界都在问 而总统泽伦斯基 是亲口证实了 大反攻势在必行 似乎也因此 俄罗斯扩大对乌克兰的空袭 昨天清晨 俄罗斯部队就发射了 18枚巡弋飞弹 而乌克兰 拦下15枚 天都还没亮 基辅的防空高射炮 朝天际开火 周一清晨 俄军再度发射 18枚巡弋飞弹 乌军宣称 拦截15枚 漏网之余 还是炸毁了地涅 博罗州的多栋民宅 至少34人受伤 包括了5名孩童 最近双方天天护轰不停 前一天无军开火没再客气 一发RPG火箭对准 俄军阵地 再配合5人机空头手榴弹 前线战况依旧很胶着 从士兵喘气的节奏 就能感受到战况有多紧绷 蛛丝马吉仿佛都在说 大反攻箭在弦上 泽勒斯基还跟法国总统 马克宏通过电话 要求更多的军援武器 日本首相安田文雄 话说得很重 警告谁若在单方面 武力改变现状 日本将跟阿拉伯国家联盟 攜手为护和平 Q1线众报道 好 进一步的解析 今天我们线上请到的是 美国德州州立大学 副教授翁吕中 老师好 安齐主公好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是 老师 首先我们就继续延续 这个大反攻这个问题 最近传出在俄罗斯 靠乌克兰边境 有一列火车突然起火出轨 而原因据传是 铁轨上有爆裂物 那么老师 这个有爆裂物 应该就不是单纯的意外 那么这有没有可能 是乌克兰方面出的手 会不会这就是 大反攻的一环呢 老师 是 俄罗斯发生 火车出轨的事件 事实上如果我们有地理 以地理位置来看 这个火车出轨是在俄罗斯西部 比较靠近乌克兰的边境的州 确实这有可能是反攻的一环 但是恐怕不会是 大反攻计划当中最重要的部分 毕竟出轨并不是一个偶发的事件 并不是一个偶发的事件 可是我们说反攻的行动 如果是要乌克兰的大反攻 事实上在最近 过去这几个月 乌克兰都一直积极在准备 西方的情报 各种的情报也显示 这个反攻的行动 它的规模一定会非常的巨大 而选择的地点到目前为止 就如同我们在媒体上面看到的 时间跟地点都没有公布 可是西方已经在揣测 基本上有两个比较可能的 反攻的地点 它分别会是在比较 比较这个西边的 这个聂伯河东岸的这个城市 或者是说在比较西边的 这个扎波罗热 这个港口靠近亚述海这边 为什么说在这两个城市比较有可能呢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这两个城市 都跟俄罗斯要进入这个乌克兰 进入这个军事的补给是有关的 我们知道要反攻 它必须先要切断俄罗斯的补给线 如果不能切断补给线 攻击任何城市 它都会有后续的补给 会源源不绝的到来 所以反攻的计划 一定要针对这些 可能变成补给重要据点的 这些城市来进行反攻 所以我们可以预期的是 接下来很有可能这些城市 会出现比较大规模的反攻的行动 比较值得关注的是 反攻行动如果开始 我们就说开展之后 顺利成功的话 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 顺利成功最理想的状况 是造成俄罗斯的军心涣散 最最最理想的情况是普丁下台 因为俄罗斯内部出现了这些争议 甚至出现政权的更迭 这是最理想的状况 当然乌克兰就有可能全面的胜利 可是接下来有几种可能也会发生 如果普丁没有下台 那么就会变成 普丁会面临到反攻成功的话 普丁会面临到 他是不是要坐上桌来和谈 谈的条件会是什么 再来如果普丁不和谈的话 比较令人担心的是 在最后被逼急了 普丁会不会采取比较大规模的 也就是我们担心的 核子武器或者是生化武器 会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基本上这都是我们在后续看待 乌克兰的反攻要特别密切注意的 当然也是全球在关注的部分 我们当然希望乌俄战争 赶快地划上据点 不过以目前的状况来看 恐怕还会经过一番非常激烈的大战 才有可能有下一步的结局出现 是 老师你刚刚在讲到 各种可能当中其中和谈 有些人就说可能需要有分量 有能力的人出来主导 而教宗方济各日前是透露说 教廷有个在调停乌俄的秘密和平任务 同时在联合国 看起来中国大陆对于俄罗斯的态度 好像略略地有一些转变 像俄罗斯决议 有一个决议案里头说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结果中国大陆就没有反对 后来还投了赞成票 那么是不是这个和谈 真的有人会出来主导 那么谁有可能来做这样的事呢 郑叔你怎么看 是 如同我们所说的 我们都希望和平的曙光赶快出现了 我们非常现实的来说 和谈的这个能力 先从和谈的能力跟各种可能性 有能力来推进这个乌俄双方 坐上谈判桌 我们所说的能力 是真的会影响战局 导致俄罗斯跟乌克兰 必须要去思考 如果这些国家在后面推的话 我必须要坐上谈判桌的 大概跟国家的实力有关 基本上大概只有中国美国 以及欧盟国家集结起来 才有这样子 我们才可以说这三个 基本上这三方是比较有能力 能够真正的推动乌俄 坐上谈判桌 那么至于说乌俄双方 如果在这一波的反攻之后 乌俄双方真的有想要 坐上谈判桌 除了有能力的国家 可以作为调停者之外 其实也有其他的管道 如同刚刚主播所提到的 像是教宗所扮演的这样的角色 或者是乌俄双方都有相对应的友好关系的 像是法国土耳其甚至印度 都有可能扮演一个协调的平台 但是协调的平台 跟有能力推动和谈是不太一样的 平台基本上就是乌俄双方 必须先要有想要坐下来谈判 要找一个第三方的国家 来进行担任平台 那么有能力的国家 则是可以在后面推动 那么至于说 什么时候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个人还是觉得要在接下来乌克兰的 这个反攻行动之后 后续看看这个反攻的气势 到底能够表现出多强的气势 那是不是能够真正的逼迫 俄罗斯必须要坐上谈判桌 这个是我们可以观察的两个指标 一个是哪一些国家开始 释出了更多的意愿 想要来担任这样的和平的使者的角色 另外一方面恐怕还是非常现实的 在场上双方是不是真的有意识到 牺牲太惨重 或者是有意识到如果不和谈 可能损失更大 这些是我们要密切观察的 确实现在每天都有不同的讯息 不同的局势 真的需要随时的观察解析 我们也再次谢谢老师 今天带来的详细说明 谢谢 谢谢 好